怪獸不斷挖掘路面土石 相關人員清洗一排民眾機車 要盡快來搶通道路 基隆受到颱風及東北季風 共犯效應影響下降下大雨 也造成市區多處發生災情 市長謝國良今天也到災情嚴重的 新風街視察 古時直接波及到大馬路上 民眾出路都很不方便 謝國良現在保證一定會在7號以前 完成雙向通車 該之前一定要搶通 我現在是希望說 看看能不能在民間傍晚的時候 就可以恢復雙向通車 不過最晚最晚的話 我們就是禮拜一的凌晨 一定要把它完成 然後讓禮拜一上班上課 都能夠像過去還沒有發生灘棒一樣 能夠正常 謝國良強調一定會如期通車 市府不會讓這件事有其他變數 而針對4號基隆市前一天才淹大水 卻沒有放假引發民怨 謝國良也回應 一切都是按照氣象署給的資料 隨時調整做出的決定 未來面對同樣情形 也會尊重科學判斷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